出去玩早上起不来 景点不爱去 直接给我发辟到长沙 茶盐开到凌晨 抬头全是饭店 不会玩你还不会吃吗 陪我弟先去居民区 吃一个家常菜 你看这菜单都是用手写的 那肯定差不了 咱们这米饭都不用点 直接上一桶 醋炒蛋 酸酸辣辣的非常开胃 就是简简单单的 聚下饭的那种 醋味特别濃 然后蛋又滑滑的 嫩嫩的 超爱这个脆脆鞭 这就很香 让我想起东北老师饭饭 但这个口味要更重一些 孜然排骨看上去是黑乎乎的 但是吃起来只有焦香 没有焦味 但是不柴 还有香香的孜然味 吃起来非常上头 但是这道菜其实吧 但是好吃 但是其实吧 生炒黄猴 这道菜也是推荐比较多的 原来特别多有酒黄 不是很爱吃酒黄的 就别点这道菜了 吃起来味道是好的 就黄猴的比例有点少 这家店每道菜都多气十足 超级下饭 一桶饭都给干完了 味道也好吃 而且名气没有那么大 不需要排队 这根饭是花了 165个人是觉得有点小胃 那我们就来个实惠的吧 也是在小区里面的一家粉面店 十来块的面跟你盖满了嘛 脚掉全 不过都是无限加的 这个我不干我超级爱 上面让我盖的满满的 面条也是超多 不够加一块钱还可以再加 先吃个颗蛋 拌面一点都不干吧 油油润润的 辣椒口感厚实 比肉还在 不是一点万年念念不忘的好吃 它是你住在附近不知道吃什么 吃一碗准备错的好吃 我看看那里 还有汤面 真的有猪鸡在那里浮着 不是三花蛋奶 还有一根面 出来是麻子 有米饭吗 米饭没有了 那全不是本店的 我感觉这个麻子盖一个米饭也很好吃 去对面东北菜馆打包了一份米饭 吃完饭来点餐后效率是 长沙还是太超前了 辣条都有博物馆了 先去转一圈拿一个集长卡 听完讲解盖个章就可以领免费的辣条吃 这里可以吃到新鲜 新鲜座的辣条 我还见到了辣条发明人 记录一下 平稳辣妹与辣条发明人的首次规悟 不要发给我妈看 有辣条比有的外卖干净多了 张嘴 刚回答问题拿到了一个麻辣臂 去玩袜机大显身手 这一刻喜剧之神降临了 在他的王冠上卡住了 品尝一下我的战利品 就是这个麻麻辣辣的小味 没有一滴甜蜜醋 撒撒的再来点汽水 真是冲添淋味 这只是麻生辣条 就是麻辣味的 平江人发明的辣条 加上四川火锅的麻辣味 满满麻辣 一咬入魂 吃饱喝足的 却此行唯一的景点 橘子粥 我们发型好下 橘子粥真的非常非常值得去 交通方便还免门票 景区的水炖两块钱 一瓶贼良心 橘子plus 建议是五六点去 不然像我一样拍照正 赶上大太阳周不开眼 我推荐这几位 构策好人少还凉快 如果你刚好等到日落的话 湘江的日落 是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 橘子粥地铁 很花五块 可以坐大把车 直达无意广场 有空调有座位 很方便 还可以沿途欣赏一下 长沙的夜景 下车我们直接到达 本次长沙之情 我真的念念不忘的 半萝卜 人特别特别特别多 但是真的很值得 终于到我了 我点的四个菜没有一个菜来的 这些加米饭只要130多 我基本上只要去香菜馆子 这道菜必点 我知道很多朋友不喜欢 水煮蛋的蛋黄 但是这个 它就炒的这个肉 把细腻的蛋黄 这些人和没味儿的吃点完美 剩下只有绵密的口感 炒腊肉 轻盈又激透的腊肉 肥肉油润 肉肉干香 猪皮 还有很有嚼勁 它怎么这么会炒 酸菜炒粉皮 这是我第一次吃这道菜 直接一次风神 甜甜脆脆的萝卜干加上滑溜的粉皮 又香又辣又爽 好好吃啊 真的很难形容这道菜 大概是我要参加颁奖典礼 一再台下谁拿出来我都要下一碗大米饭的程度 根本没有拒绝那一天 炒鸡尾虾 我把这个虾炒得像零食上拉 这食品已经好了 我感觉小时候那些 就脆脏脏 然后又同时很油热 烂烂的那些零食的 炒味的源头炒到了 这种藏藏地劲的好吃 慈禧彼伏的好吃 一浪高波一浪的好吃 我现在称之为满风盖饭 粉丝别吃我吃 我来长沙之前我刚吃过一堆某大厨 我看网上有人说 某大厨在长沙就没有人吃 那我还在想 某大厨已经很好吃了 怎么会没有人吃 现在我懂了 你来这么之前 不笨我问 就那样吧 我想知道你的长沙人不是都吃什么呀 你真的吃虾了 我已经无法用甜甜咸咸 什么香香辣辣来形容很好吃了 我就这么跟你说 其中这次的菜我拿出一道菜 在年夜饭上面 我不结婚 我在我妈面前腰杆子都直 今天又来了 为什么呢 包包忘在店里了 打包点击为下回去吃 长沙的夜生活整安的好丰富呀 就算是凌晨也到处都是人 本姐放弃忠实观众 终于有机会说出那句了 整个长沙 我是老大 猜猜我喝的啥 赞赞路一期 坡子街夜宵干饭的 等会一直在采来一直在采来 这家炸炸炸是我非常纠结 要不要推荐给你们的 一方面环境是真的很恶劣 价格也不便宜 但是味道又很吸引我 应该叫炸炸炸 还是应该叫炸炸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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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这个调味料是怎么调的呢 就是很好吃 就像明知道谈了个人渣 但舍不得分手 明知道食材一般 但就是想吃下去 我吃这个炸炸炸炸的那个香味 这条街卖酱板鸭的也是奇怪 就对着脸两颗 感觉上班全靠胜负义 于是我买了比较佛系的一家酱板鸭 这个可以带回去吃 很适合一边看电视一边啃 出入口不觉得很辣 一击下来嘴巴已经皱了 想带回去点冰箱贴啥的 你就去这个太平街 我从来没有想过一个网红城市的 网红街区会有这么便宜的礼品店 不是一屋却无懈接近于一屋 不夸张地说我在这里逛了一个多小时 消费25是谁在写汉堡里的肉饼烧啊 给你夹头煮 长沙的精彩当然不止于此啦 下期长沙大学城干饭 期待您的光临